OK 先把那些信件什么小的 看一看 哇 五封邮件 这个长老在靠腰 你们都该向斐洛杰快递学习 我记得搁浅的四粒粒在墓 到处都是坑洞 城市间的通讯中断 物资配送网全毁 连本地的人都不会彼此帮忙了 何况是联邦政府 当然不可能 每个人都自固不暇了 当然这指的是 私人快递业的从业人员以外 那些人一间扛下 将生存所需的货物 送给大家的工作 不但不计成本 而且也不期待收到回报 毕竟价值甚至比不上白纸的钞票 又有什么用呢 不 这些私人送货源 只是偶尔听到一些谢谢 除此之外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 但物资还是不断的涌入 当然有几个人 变成了妙耳驴人 但这好像也不会影响其他人事的 也是国家瓦解 接着是城市 到最后只剩下他们在维持世界运作 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知道一旦 没有他们我们全都会完蛋 但他们也 并没有拿着这点来向我们开条件 只是继续尽力保持货物在我们这些独立生活的人 和城里那些人之间流通而已 我们都欠匪洛杰快递这些人这样的人一堆恩情 但你们这你们不巧思呢 你们还还得好好证明自己的能耐才行 他在呛我们 新版血液手榴弹 匠人做的 山姆最近工作很辛苦吧 用我给你的手榴弹了没 其实我正在考虑量产 我研究了一下内部结构 发现手榴弹里头 装一个一种限制血量的调节器 能在你身体欠佳时 适时停止抽血 妈妈真是受想知道 总是替人着想 虽然如此你要前往的地方 会有更强悍的BT 所以我擅自做了一些修改 现在手榴弹的威力大幅增强 但也会消耗更多血量 增加贫血的风险 妈妈可能反对 但或许可以说我们两帮助他人 照顾自己的观点不太相同吧 总之这些都只是原型 所以目前还不能自行列印更多 但那些手榴弹都是给你用的 进去实用吧 工程师理解 理理解明摊又进一步 嗨三母我已经递交了 最新一期的进度报告 我知道眼花生 眼神装置是利用开网络来沿结云滩 但我不明白实际原理 但我也看过 我看也没几个人懂 但是想出这个理论的人 绝对是个真正的天才 我们无法收复以失去的过往 但是退而求其次 把剩下的碎片拼凑起来 也是不可行的方法 那个人一定是绝顶聪明 才想得出这个方法 你知道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吗 照片 毕竟照片本身是一种碎片 对吧 这把时空以及拍摄者的思想和感情都浓缩 在一张二次元的照片之中 那是画作实验的记忆 和存于我们脑中的记忆相应的证明 人们说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摊 网路就是透过这些名摊进行连结 也许这就是原理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的名摊之中 还有自我记忆比我们所知的更多 但我们这方面只是门外案 真要说的话 你了解这种事的可能性还比较高 毕竟你才是拥有动死的人 你搞定了妙儿驴人 而且没杀任何人 匠人 亲爱的 我们这边的妙儿驴人最近没有在闹事 我猜肯定是你给他们好看的吧 我知道这些家伙只是受害者 真的他们没有什么强迫症什么的 但事实是他们确实让人很困扰 总觉得继续教训他们 你做得到这一点 杉姆我要向你致敬 另外我的工具怎么样好用吗 我猜应该很好用 毕竟你没有杀任何人 请问下脱身了 那个 那个枪 LVL2的 这是那个宋披萨那个 亲爱的布乔斯先生 我知道 我一定为您的专业 尽态度至上尽益 我获悉 获悉披萨在宋达达时的状况 甚为良好 实在太美好了 但我必须替我妹妹道歉 他在你到达时 正在救情 希望你能见谅 所以我自己有在外 我在外处理要紧失事 但我在写信的同时 我也以他上归途 我很想当面向您致敬 但此时此刻只能请您见谅 没什么差吧 你也不会给我东西啊 提示 抢夺载具 靠近妙儿驴人载具的驾驶员 将他们脱离 可以丑这样子偷 订单类型 标记这个的一定要完成 才能推进游戏进度 好 平放货品 必须安排货物的摆放方式 让这种货可以平放 应该没了吧 访谈 迈达斯国王与开落水晶 新人的实验 有关于一个自称迈达斯国王的男子的传言在社会上流传 不过希望 不过与希腊神话同名人物不同的是 这位先生没办法将 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黄金 而是声称自己握有 是由创造开落水晶的力量 据说他是在对于 拥有类似能力的生命体做实验 获得了这项能力 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些微生物可以融化并迎接黄金 实际上就像他们是从 是在从矿床 矿床开采黄金 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生命体可以对开落的物质进行类似的程序 这种生命体显然和隐身虫 即在社交 在交界发现的珊瑚有量次之处 他们都存在于时间之外 如果证明男子真的有办法捕获这类生命体 那也真是非凡的成就 并能带来数不尽的可能性 甚至有机会实现真正的生物链金属 不过就像神话的麦达斯一样 据说这个麦达斯国王也因为这个能力付出沉重的代价 确实很沉重 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粒子 这是令所有碰触到的开落物质形成晶体的副作用 证明 听说能证明他存在的失误 只有他留下来的两个金色手印 诶是那个BT留下来的那个金色手印吗 现在我必须想到一件事 来缓和一下如此戏剧化的情节 目前尚未侦测到任何拥有全数能力的微生物 因此我怀疑国王的谣言 不过是梦想家编制出来的都市传说 毕竟开落水晶在这个世界上无比稀有 还只能从时间与尽透的危险地点收集而来 也许我们能把这个故事直接当作城市道德预言 预言当然只是贪婪永远不是好事 不论贪的是黄金还是开落水晶此外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巧合 我头一次听到有这个时代迈达斯国王的传言后不久 也听到了有个男人戴着黄金死亡面具 这两者有什么光脸谁知道呢 那个黄金面具应该是席格式 斐洛杰的父亲与斐洛杰快递 我父亲在出生 在我出生前想出了斐洛杰快递这个名称 当时的美国还是千疮百孔 地表放眼过去都是虚报造成的坑洞 那被想破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以为政府会保护他们 结果连政府都瓦解了 所有政府所有让世界运转的设施 全都在几秒之内化为乌有 如果你知道这一切都崩坏了 你也很难不崩坏吧 在新网路诞生之前 以前有一套旧网路 整个国家24小时都在线上 四处都是摄影机 麦克风无时无刻间看聆听和记录 人们说这种方式带来某种古怪的安全感 如果遇上麻烦 你确定 你总确定某个地方某个人会知道 但是搁浅之后一切都后来泡影 再也没有人间开 没有人来救你 很多人等不到救援就死了 后来有许多人决定行动自救 我的父亲就是后者之一 他在一间私人的物流公司做工 做事跟几个朋友认为 自己能够为人们运送物资修复 以前美国人赖以为生的重要基础建设 他们靠着双手建重新搭建一装一瓦 了解失去的东西有多么重要 所以努力寻回我的父亲跟他们的 跟他们真心相信自己能够从此一切 一点一滴让我们再次团结 让美国再度完整 和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一样 这个梦想既珍贵又脆弱 但他知道只要细心灌溉 心意不变 这一切只日可待 人想法情感联系全都脆弱无比 说到底以前的国王 以前的美国其实都是有人和人 既联系所组成的网络 难怪那么不堪一击 但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脆弱的 所以父亲才会帮我取了 斐洛杰这个名字 我父亲已经离开人世 虽然我们之间的联系也是脆弱的 但却永远长存 感觉好像很悲伤 你以为斐洛杰呆在身上那个东西是雨伞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一样想 外形确实蛮像的 但是你搞错了 不过你别放在心上 我一开始以为那是雨伞 那东西确实 其实是斐洛杰自己发明的某种导航装置 我确实不懂那背后的原理 不过我听说那东西可以分析 各种冥坛的开落浓度 并能标出坐标来瞬间移动 斐洛杰某种动物质 动质体质 因此能在冥坛之间移动 照他的说法 他放空心神 然后体内的力量就会自动完成后续的工作了 也许他跟他衣服上那些尖刺的原理差不多吧 当每当斐洛杰感应到开落浓度上升的时候 那些尖刺就会弹出 我也不知道 若没有尖刺他是否也会有所感应 那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尖刺只有在开落浓度降低时才会缩回去 但谁知道呢 名称和原理只是我们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 所采取的因应手段罢了 大概就像无形的感觉 想象出具像话的表示方式差不多吧 我只能说 斐洛杰似乎因为他的雨伞和尖刺 而更能将他的能力发挥得淋淋尽致 记忆晶片 这个autobite 这个比较帅哦 这一款马力强大的运动型机车 实质概念 是这台吗 我们送这台送货 吃些喝些饮料吧 吃这个有用吗 吃这个要干嘛 不要看恶心死了 好像没什么用 比比看起来很开心 这个装备 装备价 那个墨镜可以改颜色吗 小小一个墨镜 在哪里啊 这里可以耶 为什么他上面要那个颜色 好吧 就这样吧 然后洗个澡 烫啥烫料啊 小咖啥 小咖啥 应该不用棒赛吧 反正你 没棒赛也没怎样 没棒赛也没怎样 他爸又在起笑了 哦哦哦 诶 圣诞人不是来过了吗 那圣诞人之前那个动画不是看过 老品注意 他要瘦我什么 我有点忘了 哇这好可爱哦 你拿枪刷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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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真的跟智障一样 噢 這麼屌 唉唷 來這裡開 直接放欸 蠻好的 什麼聲音啊 幹 我要接那個 這個老頭的東西 好 餓死牽 嗯?好像也不用用到車了嗎? 把幾個放上去就好了 還可以再放嗎? 還可以啊 ok 不行 那再接一個單吧 他就是幾星?還差這麼多 放金屬 這是要送到哪 這一個單要送到那邊去 剛好也是送到那個啊 需要交付的數量 南方配送中心 ok 自動化的步驟嗎? 好 不行 我把一些回缩吧 我把一些回缩吧 哇 我現在身上這裡這麼多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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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能沒辦法送宅具 北七啊 唉 還是放車子會比較方便啊 車子好像可以再多一點 嗯 這樣就可以再多一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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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像就可以了 嗯 試試這一單吧 在車上不能 24 我只剩這個單的嗎 確認一下而已 我只剩一個點吧 哇 我只剩一個人 騙沃 我只剩一個人 還有人會 необ屬 拿 swell 先到這吧 開到那邊 有點累 我拿給你 你覺得這裡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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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要怎麼送上去給長老 這重點 好 嗯 CUT 長老最麻煩 所以我現在開廟爐人 廟爐,啊下雨了,所以他們沒差 他們不敢出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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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嗚~~ 我不能跳 這裡 實際打開 白衣 幹 是你開什麼小勒 你開什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幹 車子機動器真的很糟欸 喔 累死 喔 你要的安眠藥啦 臭 看起來如何配備 哇 真棒 真棒 謝謝 都是一趴 落後啦 我都啦 167 手臉搬運工 達到貨物狀況 級別20 現在更不容易失去意識了 嗯 我知道我把政府控制住 可能他們是 可能他們是 但是我們說 我會死 如果你們沒有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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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拿著我 我的病毒 我看到你們 所有人都殺了 你自己去救国家 好,我认为是我的车是用选的 如果我分享我的资料 如果我分享我的知识和记忆 你会使用它来帮助其他人像我,对吗? 会有残忍让它走太多 而且更多的那 我们不能做它自身上 还想自己活啊,老头 三星就是了 哇,那个墨镜真的没有很好 还是要全黑啊 终于加入了老头子啊 要人家放两次这个 真的麻烦 开落网路升级 装备制造等等 火山毒气诱惑 昨日的美国 没感觉吗? 蛤? 感觉不错那你问 这里会出现一个这个 装备制作 装备制作 但在这里不能做那个啊 火山毒气诱惑 用来引开的空箱 被摧毁后会释放毒气 让附近的人昏 不错啊 好像不错啊 这个要再送回去那边哦 哇 手工烟菜 先放着吧 嗯 放下 放下 再做一个吧 再做一个吧 嗯 那他现在这边 好像可以拿一些材料进去 我看一下那边缺多少 我从这里的话 要来接这个 这个已经升好了 是这个 这个金属缺400 123 300 好像外面有一个了 所以应该可以去外面撿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看到一个400 是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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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把這個放上去就差不多了吧 去把那個 小小 怎麼走到這裡來 我刷在啊 欸 為什麼是這邊 喔 剛才怎麼是過來的 我可能要找別條路下去了 不知道這條路 行不行 衝啊 啊 哈哈哈哈 完了 可以啊 什麼事都難不倒我們三母 啊 幹 死啊 卡死啊欸 啊 啊 啊 錯賽了 自己背啊 啊 還是去搶 想車勒 真的是艱難勒 他那邊有沒有車啊 好像沒有車耶 那你們車去哪啦 完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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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